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锁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这个工具固定的话 你就点一下固定工具列 那你会发现现在工具列就是 没有办法被移动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要解开的话呢 记得在固定工具列再点一下 它就会让你可以 可以这个在 自由的在移动 或者是再把它摆回去 那另外还有一个浮动工具列 等等的这相关的设定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说全部要上锁就直接把它点一下 这样的话全部都上锁 这边也可以全部以解锁就可以了 利用这样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把工具列做一个相关的设定 那最后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环境 想要把它固定下来 你也可以在这个工具选项里面 它这边有个叫个案管理 你可以新增一个个案管理的 一个新的一个名称 那以后的话就固定这个个案 甚至这个个案管理 这个界面呢 也可以汇出汇入 在不一样的环境 可以设定一样的界面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试看 感谢观看